我是吴新宇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长行讲座 那么我们本次接上一期继续讲 新大飞角白旗拖以后的变化 在上一期我们讲了白旗拖以后 黑旗内斑的种种变化 那么本期我们就来看一下 黑旗如果外斑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黑旗外斑它主要还是注重于 外面势力的发展 对此白旗的应手 主要是二路连斑 其他的下法我们先看一看 长 立刻长三三 这个不是太好的下法 那么如果立刻长的话 当然你不能指望 黑旗会打 那么白旗斑 那这样当然白旗是满意的 黑旗肯定会立 肯定会立下去 接下来白旗做活 飞一个比较好 如果你拐一个 那么黑旗就跟着退 这个接下来活起来呢 不是特别舒服 飞一个 是这个局部脚上的 这个比较好的下法 那么呢 黑旗的 本手呢 也是小尖一个 这个尖是属手 大家注意 这个尖是属手 因为这个尖呢 就算被白旗挤以后 这个黑的形状比较难拌 如果你粘呢 它就长 如果你粘在这呢 这里又会多个打字 这个黑旗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当尖一个 是这个局部的好形 接下来呢 白旗呢 也要做活 白旗的本手呢 也是当尖一个 这样虽然呢 白旗啊 在这个 里面呢 做活了 做活了呢 但是 黑旗呢 也先手啊 在外面呢 比较完整的 封住这个白旗 可以以后呢 继续扩张上方的模样 扩张上方的模样 甚至于来说 在这一带阵 等等 这个也是当初 黑旗选择外班的 一个主要目的 他选择外班呢 肯定是在外面势力 能有所发展 情况下才会选择外班 那么 白旗这个长 不太好 嗯 扳在这 也是不好的 扳在这 这个 也是不太好 扳在这呢 黑旗就简单的退 这个白旗就 没有什么旗好下 如果张上 立 那你还不如 当长一个 我们刚才讲过 还不如当长 你现在在 在扳这个 再连班的话 那么 黑旗简单的 把你这个二路子给吃掉 就行 把这个二路子给吃掉 就行 这个是白旗呢 不能接受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 对于黑旗外班 白旗正确的下方呢 就是二路连班 二路连班 二路连班以后呢 接下来的变化呢 还是非常多 非常多 首先呢 黑旗断吃不太好 在这个 大飞脚的情况下 这么去断吃不太好 如果是小飞脚的情况下 这个断吃呢 可以成立 那么大飞脚 你这一段吃呢 白旗可以退 黑旗爬 这个是 由于这个间隔 比较远 这个接下来呢 黑旗啊 不是特别好处理 白旗断打 白旗就打吃 走 白旗就爬 这个旗 黑旗顶不住 只能退一个 那么白旗再爬 黑旗长 白旗呢 打 这个变化呢 和小飞手脚的一个变化呢 虽然很像 虽然很像 但是呢 大家注意 小飞手脚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这个里面呢 白旗啊 是死得比较干净的 是死得比较干净的 而大飞脚呢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呢 外面 还是被白旗包住 结果一样的 但是这个里面 由于这个多爬了一下 里面的味道 就变得非常的坏 非常的坏 比如说 白旗以后挡一个 这个旗 黑黑旗啊 会有些难办啊 白旗可以 直接拖一个也行 这个我们找个解明的 大家看得清的 拖一个就是说 你不能从里面搬 我一断 这上面 这个断打 那么你只能从外面搬 我一退 这里要补 那么我再一打 这个里面 黑旗器啊 已经是不太够了啊 会有些问题 所以说呢 在白 大飞脚的情况下 黑旗 这个二路断打 是不好的啊 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 去掉了一种可能性 去掉了一种可能性 那么呢 黑旗剩下的下法呢 还有两种 就是第一 第一种呢 从三三打 从三三打 这个下法呢 也是有的 这个下法的主要呢 是带有攻击性的一种下法 那么接下来 白旗 三 然后呢 黑旗再沾上 黑旗再沾上 大家注意 这个沾的是个要点 沾是个要点 这个退啊 看上去 能压迫这个 这个白旗 但是呢 实际上由于自己这个纸 隔得比较远啊 有弱点 被这个 白旗一断 这个黑旗就几乎 没有什么办法好收拾 因为你挡下去 白旗就爬 白旗就爬 这个 这个随时要立啊 或者退 把这两个脚上吃掉 你这个地方 由于牵隔断打 被人家这么 搬打起来 二指头啊 这个是黑旗呢 也也无法忍受 黑旗也无法忍受 所以说呢 这个长啊 看上去凶悍 但是呢 其实是不成立的 黑旗的本手呢 是粘上 是粘上 然后呢 白旗爬啊 黑旗再立下来 黑旗再立下来 这样呢 就是说呢 把白旗压迫在二路啊 虽然呢 脚上的实地啊 有所损失 但是呢 保留以后 攻击这个白旗的权利 白旗接下来呢 正常的下法 飞 这时候呢 黑旗当然也不会 再在外面去分头了 把白旗封住 白旗封住没有意义 黑旗肯定采取了 积极一点的下法 直接二路点 直接二路点 收白旗的根 白旗打 然后呢 黑旗再贴起来 白旗藏 这个呢 由于局部啊 这个白旗呢 在这里 只有一个眼 以后呢 黑旗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啊 就是说呢 对白旗呢 发动进攻 取得一定的便宜 当然黑旗要吃掉白旗 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么 作为本图的选择来说呢 黑旗啊 在白旗外面啊 或者什么地方 还有比较弱的旗 甚至于来说 还有一块孤旗的情况下 那么黑旗的这个选择 是比较好的啊 因为 在对方已经比较弱的情况下 又走出一块孤旗来 黑旗呢 很容易采取一些 这个缠绕攻击的这个方法 来取得局面的优势 反过来作为白旗来说呢 在同样的局面下呢 白旗应该考虑一些 这个是别的下法啊 包括你拖完以后 这个联班是不是 就要顺重了啊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白旗呢 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好的下法 白旗如果搬这个 这个还不如刚才那样 那么黑旗直接就会点到这里去了 这个白旗好像眼位 比刚才更加吃亏啊 这个眼位比刚才更加吃亏 以后有可能被黑旗先手拐一下 跳一个啊 在局部的眼位来说呢 是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头呢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低啊 还是不太能够令人满意啊 以后黑旗啊 甚至于来说 就靠一个啊 都可以考虑 你要搬呢 我就挖张 挖掉你的眼位 你要是往里缩呢 我就封住你了 那你全部爬在二楼祝福 可以说呢 这个黑旗的这个 这个章 可以说是一种 以退为进的一种 这个下法 其正常的变化呢 是我们刚才说摆的 说摆的这个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就是说 那个 双方啊 还是都有收获的 黑旗虽然是 保持了攻击性 但是呢 白旗呢 毕竟还是 破掉了黑旗的模样 也得到了呢 这个一定的目数 好坏 大家呢 请根据啊 当时的局面的这个情况 来进行选择 这个是当白旗啊 二路联班以后 黑旗打持 沾上以后 双方的一个正确下方啊 正确下方 那么接下来 黑旗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单沾 这个直接沾上 彻底的啊 要求这个 走后外面 走后外面 现在呢 白旗的下方呢 有几种啊 一种是长 简单活脚 简单活脚 但是呢 这个长呢 一般来说 还是 不能令人满意 那么黑旗 依然帮助这个外面 虽然比黑旗 直接立下来啊 来说呢 白旗的处境要好一点 但是呢 黑旗帮助以后 依然非常的厚 白旗 飞 白旗飞 那么黑旗呢 就打拔 就打拔非常的大啊 目数也大 而且打拔以后呢 对白脚的死活 也有危险 因为以后 你不走的话 黑旗就冲了夹 冲一个夹一个 这白旗的这个脚啊 就是说呢 有危险啊 有这个 有危险 而白旗这个飞出来 这个不用担心 由于黑旗外面很厚啊 黑旗就贴一个 再把白旗分断 这个黑旗作战 当然是不会怕的 由于这个打拔了以后啊 这个 非常的厚实啊 这个白旗啊 所以说活这个脚啊 还是不太令人满意啊 还是不太 这样活脚呢 不太令人满意 因为活了以后呢 黑旗外围啊 这个非常的厚 从呢 以上的这个变化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当黑旗外斑 沾上以后 黑旗可以说呢 几乎是铁了心的啊 要以外势为主 那么白旗这时候 那么你在做活的同时 一定呢 想办法要给黑旗 制造一点点 这个麻烦 我们来看看应该怎么办 白旗的正确下法呢 是 沾上 或者虎一个 这两个呢 效果差不多 效果差不多 白旗现在不能藏 藏了再被黑旗打以后 这个 这个等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黑旗脏的时候 白旗笨 很笨的去藏了一个 这个肯定不好 所以呢 白旗不能藏 白旗一种呢 粘在里面啊 或者虎在里面 这个效果呢 是一样的 嗯 接下来呢 黑旗 还是 可以回头 可以回头搬这个 那又形成我们前面所讲的变化了啊 那么黑旗 多半呢 还是会选择搬外面 搬外面 但是呢 这样 白旗啊 在活脚 白旗在活脚呢 就是说呢 嗯 活的呢 就比刚才呢 要积极一些 立下来 然后由于黑旗这个外面有些毛病 黑旗多半呢 会挡一个啊 会挡一个 然后白旗跳啊 这个活的呢 虽然是这个是 嗯 白旗后手活啊 但是相比前几个图呢 白旗就好多了 因为黑旗外外面明显留有一个断点 以及加啊 以及点 种种 种种味道 这可以说呢 呃 就是在脚上留有手段 就是在脚上留有手段 点方 是这个旗行的要点 是这个旗行的要点 呃 我们看一下双方正常 在局部啊 这个正常的下法 正确的下法吧 白旗顶在这边啊 黑旗顶 白旗弯 啊 不白旗扳 黑旗弯一个啊 白旗粘上啊 白旗注意只能粘上 你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 这个旗 虽然黑旗暂时不能断进来 但是黑旗可以先扳 先扳是好手 你 你如果一粘 被人家一爬 这脚上是死旗 你只能打吃啊 那么有了这一交换以后呢 黑旗这个断打就成立了啊 这个就成立了 这个白旗就变成近似 所以说 在黑旗弯的时候 白旗只能粘上 然后呢 黑旗扳 打结 白旗先拐啊 如果直接打吃 它一断打就成紧细节了 然后黑旗弯 然后挡住 挡住 这样呢 在局部呢 形成一个缓细节啊 缓细节 以后黑旗一扳 这个地方 就会形成一个 这个紧细节啊 那么 我们 刚才我们补充一下啊 黑旗这个 这个是 先搬在这里啊 先搬在这里 刚才这个 先挡在这呢 搬在这以后呢 白旗呢 不走呢 黑旗就 爬一个 这样是紧细节 那么 你如果打吃 我就装上啊 白旗虽然也不走呢 以后也是个缓细节 那么就是说 黑旗如果你想直接补的话啊 直接虎着补的话 你就不要 去 交换这个挡 不要去交换这个挡 这个脚上 毕竟呢 是留有一个缓细节 白旗呢 当然也可以暂时不补 由于是缓细节嘛 也可以暂时不补 但黑旗来说呢 留着总是好的 如果你不想补这个呢 那么直接就挡了 这个就算了 就抢上别的地方去 把这个呢 交换掉 因为以后你有可能呢 会走不着 这是脚上的变化啊 那么 接下来 白旗呢 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虎 虎的时候 黑旗也可以回头啊 这个回头机会 黑旗总是有的啊 黑旗这个回头的机会呢 总是有的 那么 虎的时候 黑旗如果还要外面呢 依然呢 可以采取这个外搬的 外搬的这个招法啊 但虎一个啊 与这个 张一个相比呢 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区别在哪里 当白旗搬的时候 黑旗可以先打一下 黑旗可以先打一下 这个只不能被这个 黑旗踢掉 因为被黑旗踢掉 实在就太厚了啊 比如说你 想藏出来 那这个被黑旗踢掉 这个太厚 接下来还得沾 黑旗甚至于来说 不说从外面分吧 这个分也是先是 甚至于是直接 尖这个都有可能 这个脚上 白旗已经是一个 无法那个 近活的形状 所以白旗势必还要沾 然后黑旗搬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 你这个白旗啊 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就不能立了 现在注意 大家注意 现在就不能立了 因为立了以后 被黑旗一打 白旗还得走火 还得走火 那么无形中就多出了一个 一个斑和张的这个交换 这个是白旗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白旗绝对不能 所以那么 当黑旗搬的时候 白旗他选择的变化 他就是会连斑 是连斑 那你只有选择连斑 那么黑旗打 这个旗 首先第一 白旗是必须要争有力的 而作为黑旗来说 它是无所谓的 这个有力没力 这是无所谓的 黑旗可以稳健一点 沾上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白旗脚吃 在这个脚上 活得稍微大了一点 就是白旗虽然活得大一点 但是由于有了这两手交换 黑旗这边的味道 也好了很多 也好了很多 以后这个力 还是鲜手味道 那么 黑旗呢 其实呢 它最强的下反 就直接打住 就直接打住 那么接下来 白旗 断吃 提 再断 这个已经是这个必然的下法 必然的下法 黑旗退 这里呢 就会牵扯到这个针子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说白旗针子是一定要有力的呢 这是 当白旗压的时候 黑旗搬 白旗打吃 黑旗跑 白旗打吃 如果白旗针子不利 黑旗能退出来 这个地方针不掉 白旗的话 白旗就是等于是全部死掉了 这个就等于是全部死掉了 那白旗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等于是白旗搬的时候 黑旗打 白旗直接去打结 把一个静活自己走成打结 这个就是白旗肯定是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黑旗 即使针子不利呢 的时候也能够下呢 那是因为就是单白旗拐的时候 黑旗即使针子不利 即使针子不利 那么这时候呢 还有一个好手会旗 那就是家族 家族 这是一个黑旗的好手 大家可以牢牢记住这部手筋 接下来白旗最好的下法是先冲 先冲 如果你单打呢 它直接就打住了 我们先冲一下 稍微便宜一点 黑旗退 白旗再断打 再断打 断打的时候呢 黑旗再拐打 白旗踢 黑旗打 白旗沾上 黑旗再封住 再封住这个 封住这个白旗 这个结果来说呢 嗯 是 应该说是的 是这个 嗯 白旗呢 当然是可以接受的 白旗 它可以吃掉之后 而黑旗呢 在外面呢 封锁了以后呢 也是有不小的收获 那么这个结果呢 要看这个全局而定 全局而定 就看看黑旗 在这一道所得的势力范围 能有多大的发展 能有多大的发展 当然如果 就按我们目前的这个形状来说 就是假设比算 按目前的这个形状来说 如果是白旗差的话 黑旗发展不大的情况下呢 那应该是白旗还可以 白旗还可以 那么既然白旗还可以以后呢 那黑旗就注意 就不要打持这个 直接呢 沾回来 黑旗呢 也就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变化呢 大家呢 希望大家这个 当白旗虎的时候 当白旗虎的时候 希望大家这个 牢记一下 希望这个 希望大家牢记一下 希望这个 大家牢记 就是走完以后 这个断 能不能连半 首先要考虑到的是 这个一个争执问题 白旗 你首先考虑到的是争执问题 如果你争执不利 去搬 被人一断打一打 马上就死在那 马上就死在那 而作为黑旗来说 断打 以后 你要考虑的 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你可以选择 打持 形成我们刚才的 那样一个变化 如果你觉得那样变化 在这个后世 取得后世以后 朝这边发展的时候 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那么呢 你呢 就可以选择 这个 老老实实沾一个 这个黑旗呢 也是不亏的 也是不亏的 那么呢 这样黑旗也不亏 这里 与档相比呢 与档相比呢 这边黑旗是不亏的 但是呢 这里呢 多了个一路半 这个也是 黑旗完全能够接受的变化 两相比较 两相比较 我们大家呢 也就容易呢 这个 容易这个 看出来 容易看出来 当黑旗 章的时候 白旗的这个 正确的下法呢 还是丹章比较好 是吧 丹章比较好 这样呢 可供黑旗选择的余地 就要小得多 可供黑旗选择的这个余地呢 就要小得多 黑旗 这样呢 是白旗 当黑旗要取势的时候 白旗这个 正确的下法 这个旗行 总结一下 是白旗 可以满意的 白旗可以满意的 黑旗 能否成立 要看这个 它的这个外势 到底能有多大的发展的空间 而白旗虎 这个下法 不是太好 白旗虎的 被黑旗 黑旗搬了以后呢 这个 黑旗的选择权 它会比较多 黑旗的这个 这个选择权是 是比较多 那么呢 白旗呢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这个白白的 给黑旗留下这个 选择的权利 最后来看 黑旗搬权 在这个外搬的下法里面 应该说是最有利的一种 应该是 因为它可以随时 不管你是章 似乎黑旗有这个 回头的机会 黑旗有这个回头的机会 也就是说呢 黑旗无形中 多出了一种选择 与这个打吃 沾上相比 黑旗无形中呢 多了一种选择 白旗沾 也是呢 这个 最正确的下法 尽量呢 这个 给对方 以少的选择 这也是我们下棋中呢 常常讲究的 虽然说 有时候 你下棋的时候 你走这个也可以 走那个也可以 人家呢 可能也都是一种硬法 但是你走这个 人家只有必然的一种 而你走另外一种的时候呢 人家有两种下法 可以选择 白白的 都给人家一种选择 这个呢 总是不好的 本型 可以说呢 是黑旗外搬以后 双方 正确的下法 大家呢 请这个 牢牢记住 同时呢 记住这个 双方 这个行旗的 这个次序 以及呢 这个 其中的一些必然性 最后呢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 当点脚的时候 这个旗 局部 是一个 缓一细节 我们不要把这个变化 摆一遍 这个局部 是一个缓一细节 这个手段 是一定也要是 也是 这个是 你在对局中 一定是要知道的 不知道的话 被人家点进来 这个或者说是 你去点人家 不知道这个变化 这个脚上 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鱼味 很多很多的鱼味 这个棋 是缓一细节 大家需要记住 最后在此 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题目 小小的题目 这个棋 当白棋虎了 黑棋打了以后 这个形状 那么 黑棋靠进去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就留 这个题目呢 就留给大家呢 自己思考一下 好的 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 能够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